有请Vincent 大家好 哇 期待 好开心吗 当时也听不见 当时他们也回应不了 他们一直在疯狂地刷你的名字 一直在叫宝贝,一直在叫刘雨昕 因为我今天从很早就开始直播 他们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而且我也是你的死装粉 我还学过你以前的舞蹈 什么舞蹈 然后你的化妆师 不如现在叫一下 好好好 我先出了 那请我们的雨昕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等待刘雨昕 来 大家 就只能刷你的名字了 那同时我们也请我们Make Up For Ever的总经理Vincent 给直播间的宝贝打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ake Up For Ever的Vincent 哇 我们今天好幸运 请到了刘雨昕和Vincent来到现场 我们也知道就是 雨昕已经是Make Up For Ever的老朋友了 那今天在现场 我们Vincent有没有什么问题想 来问一下我们的雨昕呢 首先很荣幸我们直播间 能请到雨昕来参与我们粉丝的互动 因为我们也知道 雨昕是从粉第一人 是的 对粉丝特别 特别好 而且是因为我看之前雨昕很多活动 包括见到粉丝都有很多互动 所以我们今天用难得的机会 跟大家利用这个机会 让雨昕跟粉丝深度的互动 是的 而且我们知道 生日当天新的EP也上线了 然后销量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绩 在这里也祝贺我们 雨昕今天的EP 获得非常棒的成绩 也预祝EP大卖 大家继续加油好不好 是我刚才还下了一个单 我买了买了一点EP 真的吗 对 因为你都知道 Mega Forever的散粉很有名 而且雨昕的粉丝叫雨伞 其实也是散粉 所以我就是散粉的散 和雨伞的散 我觉得有很多共通性 而且本人来讲 确实很喜欢雨昕的歌 包括U&I 我最喜欢的那首歌是U&I 当然of course也不错 很多都不错 所以我觉得是 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最新的 骄人的业绩 我看到有好像是接近530多万粉丝在支持 好棒 这边粉丝们疯狂都在发说 我们的Vincent老板也用心了 是的 我们Vincent也是我们的雨伞 这边我们其实今天主推的产品 是Makeup Forever的 微米定妆粉 我们也想请Vincent来给大家 来介绍一下这一款我们主打的新品 好不好 讲到微米定妆粉的话 实际上来讲 因为它是蜜粉2.0时代 因为不用多介绍 因为之前我们主播也有讲到 因为更多的是 我们知道 因为现在的定妆的需求越来越大 在各个场合大家都希望妆容更持久 所以尤其是对于干皮啊一些混干啊来讲 更加需要这样的定妆的产品 所以我们经过了很多化妆师的清测 来上市这个产品 希望给宝宝们带来更多的福利 是的 而且我们雨昕其实也一直在使用这款产品 对吧 所以你平时跳舞的时候 妆容都会非常非常的持久 对 其实刚刚进到这里来的时候 还在用微米定妆粉 是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 呃 微米定妆粉看得见的是 是成绩 嗯 makeup forever也是 但是看不见的其实是 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和 其实不断不断推翻的那种坚持吧 我觉得这也是我和makeup forever一直比较契合的地方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主题叫做看见看不见的力量 对 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口号背后 就是你和makeup forever 品牌共同分享的这份坚持 嗯 那我们刚才其实 就雨昕和文森在给我们种草之后 我其实已经心动 我个人也是这个忠实的用户啊 我们的新的微米定妆粉的用户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要给大家讲讲 就是大家记得今天一定要去下单在直播间 因为下单的在我们的专属链接 会获得雨昕同款的明信片 以及在下单的时候备注刘雨昕 还可以加赠定制的雨伞哦 让雨昕为你遮风挡雨 还有提醒大家今天直播间满600-100 加赠刘雨昕定制的公仔 大家觉得是不是今天福利真的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 两位重要嘉宾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奖 这个大奖什么呢 我们先说第一个大奖 就是今天其实有很多的粉丝 都已经下单了我们的 MekaFever的微米定妆粉 那我们就来请两位嘉宾 帮大家来清空购物车好不好 我们选出三位粉丝宝宝 帮你们清空购物车 大师 重粉福利啊 重粉福利真的 只有雨昕和Vincent来 我们才有的重粉福利 那这个前提是大家一定要下单哦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雨昕和Vincent 一起来倒数三个数 大家弹幕打起来 打什么 打承包我的购物车 记住啊 承包我的购物车 弹幕走起来 那我们会请雨昕和Vincent 一起来倒数三个数 然后抽中的三个宝宝 将清空你在MekaFever 今天直播间的购物车 哇 而且这个金额是3000元以内 真的很大的奖啊 可以买好多 你可以买成套的MekaFever OK 那我们都已经走起来了 那我们就请Vincent和雨昕 一起来倒数好不好 好 那我们开始 好的 3 2 1 OK 好了 那我们最后抽中的三个宝宝 是这三位宝宝 我们把这个放大 让我们的摄影师来拍一下 好不好 这三位宝宝获得了我们今天的 清空购物车的景理大奖 哇 真的很幸运 今天晚上好多人在下单 我们看 所有人都在去下单 购买我们的威美丁 定装粉 好 那我们这个结果会在明天 我们的MekaFever的官方微淘做公布 大家记得关注一下 OK 那其实我们今天 Vincent还准备了一些小小的互动的环节给雨昕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Vincent准备了什么样的小的互动的问题 好吗 OK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拍了雨昕的广告片 是讲看见看不见的力量 那么我想很多粉丝宝宝们 因为大家没有机会参与到那个刚才的发布的现场 那在利用直播这个平台的话 可以让雨昕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雨昕后面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其实看得见的是一些 成绩或者是舞台 但看不见的其实是 背后一遍一遍像微米金装粉一样 一遍一遍需要精心的打磨出来 然后才会有更好的质地跟质感 对 所以我觉得我跟MekaFever 契合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粉丝宝宝们 其实很多雨伞们 像我一样雨伞们 就是我们雨昕后面看不见的力量 说的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最后其实今天请两位来到现场 还有一个大礼送给我们的粉丝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礼盒 这个就是我们要请出 文森和雨昕一起来签名 送给我们的今天在直播间 蹲了两个小时的宝宝们的一个礼盒 这个礼盒呢 是里面存在了我们首先是MekaFever 超级好用的微米定妆粉 就像雨昕说的 看见看不见的力量的这款产品 另外一个就是有雨昕和文森的一个亲笔签名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我今晚还在蹲这个礼物 那我们先有请雨昕帮我们先签一下你的名字在上面 这个我们是抽两送给粉丝宝宝吗 是 送给雨伞 对 抽一个雨伞送 但前提是你们要先下单 先直播间 我相信他们其实全部都已经下单了 我现在在偷面了 对对对 好像有点看不清 我也好想要我可以去 哇 这很好看 要么在 可以 可以 真的很好看 而且这个颜色也真的非常好看 又很轻盈又很干净 大家都很熟悉的雨昕的签名 是的 哇 全包你们够无仇 对 我们现在有个幸运大奖 好了 我们请各位宝宝 现在把刘雨昕虫粉打在公屏上面 我们会选出一个宝宝 送出刚才雨昕亲笔签名的我们的礼盒 记住口号叫刘雨昕虫粉 好来 我们大家一起走起来 好了 也请雨昕和Vincent一起来倒数 好吗 我们也倒数三个数 选出一个宝宝 好 来 3 2 1 哇 是谁 我好想中这个奖 但是 是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然后给我们好多的粉丝宝宝进行互动 然后也希望将来两位能够更多来我们直播间跟粉丝们互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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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到你觉得很亲切 是你 是我 好 谢谢雨昕 谢谢Vincent今天来到现场 好 我们请大家一起用热热掌声 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谢谢 谢谢你们今天来 希望你们下次再来做客 好吗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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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力量无形定格有形 特写 是不露痕迹的自行 舞蹈是满格元气的跃动 舞台 是不分日夜的坚持 Make up forever 微米 人物似无痕 持装不卡文 自带C位气场 看见看不见的力量 让我站在自己人生舞台的中心 Made in China 人生剧本 没有魔本 梦想 汗水 坚持 是我突破成绩 勇敢前行的驱动力 看见看不见的力量 让我站在自己人生舞台的中心 不能中国女性 看见看不见的力量 还是不露痕迹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的,她就是Make Up Forever全球代言人,我们的刘雨昕 非常开心啊,能与我们各位一同见证这一节 来,代言人大使 请坐 好了,那个,我先从吴总开始,因为每一次见到吴总都非常的... 谢谢邀请 感到非常的亲切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一定要留给我们的,先问我们的吴总 那个LVMH集团如我们所看见的,在外面看见的,是由众多的这些光鲜亮丽的世界顶级品牌所组成的奢侈品的王国 那您作为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看不见的故事吗?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已经是很吸引人的 看到这个力量,看到这个C位,看到今天我们的雨昕 我觉得整个的感觉啊,就是说是特别的有意思,有意义,看见看不见 你提到LVMH集团,毫无疑问,大家都看到了很光鲜的70多个品牌 但你现在问我看不见什么,看不见的可能,其实是应该要看见 但今天你给了我的机会,我来解释的是,看不见的过去30多年的这个积累啊,就是说全世界的 那么多的70多个品牌的努力跟这个这个市场的互动,这是很重要,看不见的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来吧 那么这些LVMH的品牌,40多个品牌在中国呢,已经有40多年的耕耘 那这个耕耘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的,因为我们的时代的变化太快啊,就是说 那么我们迭代的消费者在拥抱着我们LVMH的这些非常有历史 非常有质感,非常有质量,非常受人欢迎的这些品牌,这是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呢,我想说的是,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品牌是为着我们中国的有力量的女性的消费者服务的同时,大家是能看到这一点 看不到的是,你们可能不知道,LVMH在中国啊,员工百分之七八十是女性 是我们的女性的中国员工在为我们的中国的女性的消费者服务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不见的力量 迭代的中国的女性的年轻的我们的员工们参加我们的队伍为我们这个市场服务 是的,这个我跟Make a Forever团队在整个的沟通过程中完全感受到了 这个我们的Wincent总啊,基本上是he for she 对,都在跟下面他的团队全是女性 其实我们今天两个人是例外来的,考虑到平衡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两位男士来配合这个场 其实我们背后的团队啊,主要是女性 是的,所以你们两位是被女性赋能 对的,对的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还是问一下我们吴总 继续问你,因为这个难得把你抓住 这个多问几个问题 其实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也很 对于吴总作为一个华人 你能够成为Evermatch集团大中华区的总裁 要管理这么多的这个奢侈品王国的这样子的一个 在大中华区的这些这么多的事物 那这个背后有哪一些我们所看不见的力量 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power 去掌控这样子的大力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首先呢,就是说应该来说 像我这样的一个管理人员 不应该被大家看见 但是呢,今天的世界有疫情 就是造成我们的世界的旅游的停摆 造成我们跟世界的很多同事的互动的机会会缺失 所以呢,我也有这个异物啊 有经常可能最近的一段时间 经常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所以被看见 但是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在想啊 就是说,我有什么事情让大家看见了 又看不见呢 看不见的部分可能就是 其实我是1993年就回国了 我认识邵先生 可能就在1993年94年的时候 就是说在中国的整个这个 时尚产业的启蒙阶段 我有幸参与 那么这个过去我算下来已经28年时间了 就是说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迭代的发展 不断的 我觉得是被年轻人拥抱 不断的年轻人 今天看到 这位我们对吧 年轻的 迪代的一个代表人物 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我也是蛮激动的 我觉得这个市场 其实可能没看到的是 我过去的28年 在一个行业嘛 差不多基本上是一个时尚娱乐行业 但是可能我要想说的是 看不见的是 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专业 专注着自己的喜欢的事 专业专心专注 可能是专业专心专注 才造就了我们后来 今天被大家看到的这种机会 我个人的体会是这个啊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道理啊 就是说可能每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 我的感觉是这样 吴总的桑海宁跟我一样的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其实我也知道你是出生在文艺的世家 然后你母亲也是非常著名的乐剧演员 你从小就喜欢画画 我调查了你一下 对 这些你对我的历史的关心 但其实我是想问的 也是想给大家一些启发的 因为我想在做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孩子的妈妈啊 那个教育的这个话题啊 因为你从小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人文的艺术的氛围 你觉得是这样子的一种力量能够给你的这种推动力 是能够让你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令人为之羡慕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回到这个主题啊 就是说当有些事情 有些光环的事情被大家看见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社会更要重视更要尊敬看不见的那一部分 今天我楼梯上一路上来 看到这个你们的杂志啊 把我们幕后的人员都一一在介绍 看到我们的Mega Forever也在介绍 背后的这些看不见的很多的技术的努力 想到我们的年轻的这个时尚的代表们 包括今天的这一位 都是背后其实画出很多的努力 所以回到我个人的话 我也觉得可能真的就是 当一个人就是说在一路的成长 当一个公司到一个产品背后在努力专注做他专业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没想那么多 那然后呢得到的一个结果可能是非常好 但是当大家社会都在拥抱这个结果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包括我们的家长们啊 不要忘记就是说不要太急功近利 就是应该是要鼓励你们的孩子们 包括我们的年轻人本身 都要专注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做好 把当下好好的完成 你能迎来非常美好的未来 这是我的感受 持之以恒 好 谢谢吴总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有 启发的这个 回答 那我下一个问题来 请问这个我们跟我们这一次一起去展现这个看见看不见力量的这个MAKE UP FOREVER 总经理WINSON先生 其实这一次能够推动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功的上市 而且获得了非常好的这个销售成绩 其实这个跟我们背后的这一个默契也是一个看不见的默契 有很大的关系 那其实我自己因为在媒体行业也有20年了 所以我能够看到这个中国女性对于美的认知美的态度的转变在这20年飞速的发展 我也非常为之骄傲 那我这个问题想问你的就是 其实作为彩妆 这个全球领先的彩妆艺术品牌 在中国的这个掌门人 这20年中国彩妆市场的崛起 你也一路见证 你认为这是一种女性力量的崛起吗 是 我觉得今天因为我们讲到看见看不见的力量 尤其讲到policy 我们感触还是蛮深的 作为让女性变得更美的品牌 专业艺术彩妆的品牌的话 我们一直相信人人皆美 美不设限 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变得更美 只要你通过打扮 通过艺术 通过化妆 都可以让你呈现出看见的美 那同时我们相信美是不受限制的 因为我们还有专业的彩妆学院 那我们可以使你的美上一个层次 就像今天大家在现场看到我们两边的作品一样 其实这些不是时尚的大片或者杂志封面 他们都是我们学生的作品 都是我们每一届毕业生的化妆的作品 那我们相信美是不可以受限制的 就像现在我们的消费者不愿意被打标签一样 虽然商家努力的在做大数据啊 打标签啊 更了解我们的消费者 但是真正很特别的美的话呢 是不可以被标签化的 反而是无形的 反而是更多的是不受这个限制的 那这是我们品牌的理念 也是我们相信 会来越来越多的power chinese woman power c 其实那个make up forever 在上海的这个academy 离这很近 就在私南路 所以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他们的academy 可以参观 更可以去学习 因为make up forever academy 可以被称为是彩妆界的哈佛 是吧 对对 谢谢你打这个广告 看不见的广告 看不见的广告 对 所以大家如果是对于彩妆 艺术彩妆的这样学习 有一个专业系统的学习 其实可以就在私南路的这个复兴路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也可以去了解 那接下去我还有一个问题 问这个我们一起滑起 有一小船的vinson 就是make up forever 作为世界顶期的专业艺术彩妆品牌 我们这次发布的这一款微米定妆粉 其实我们在拍的时候 跟雨昕一起拍的时候 已经感受到了很多的它的高科技 背后有很多的黑科技 其实这个那个科技的部分 我也搞不懂 对 只知道就是外面看见的力量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这一款微米定妆粉的背后的 看不见的科技和故事吗 如果我说这个灵感来自于雨昕在青春有你的那个片子里面 一直被号称补妆狂魔嘛 所以我们一直想出一款产品 不要让它一直补妆了 因为它很忙 真的 谢谢 所以我们认妆的话呢 是专业彩妆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领域 但是呢 这个需求很广 自从去年疫情以来啊 因为有太多的消费者需要一个戴口罩也不脱装的产品 所以我们想 怎么样把这个定妆的产品可以升级再升级呢 所以我们挑战了一个黑科技 就是微米级的定妆粉末 那经过研发 那我们很迅速的在市场上得以上市 那这样也保持Make Up Forever帮助 我们在市场上占有定妆领域的领先优势 这是这款产品看见的一个力量 但后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呢 是大家知道每一款产品的研发呢 实际上各个集团都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的 但是Make Up Forever跟其他的品牌的看不见的点呢 是在我们的每一款产品 是经过全球2000多位彩妆师清测 才在市面上去做的 如果大家去感受产品的话 发现很多小小的细节 包括它的粉扑为什么有个尖尖角啊 包括这个粉扑的这个 包括这个粉质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多颜色啊等等 都有它很多很多专业的故事在后面 是 我今天也用了元气粉 但这个图的还是跟雨昕效果不一样 这个还是底子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在座各位一定很想听那个 有雨昕来跟我们讲话 所以雨昕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最近发布了全新的EP Epsilon 然后 然后 就成为了首位 也是唯一的 销量突破4000万的女歌手 然后更令已成为全网唱片 总销量Top1的女歌手 大家来点掌声好吗 但是其实我想这个只是我们外界看到的这个刘雨昕的这些光鲜亮丽的成绩 那我想今天这个大家实在很期望 期待想要问这个背后是哪些我们看不见的力量 让你能够获得如此矚目的成绩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看不见的力量 然后才是让大家看到我的过程 对我觉得就像新歌里面写的一样 通过一遍一遍的练习 希望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微米定妆粉也是一样 一遍一遍的打磨 所以变得更加完美精致 谢谢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们其实参与 我们整个Instyle参与到这次Makeup Forever 微米定妆粉的这个拍摄的过程 我坦白那个刘雨昕粉不要打我 我以前真的不是刘雨昕的粉丝 但是我通过这一次的拍摄 我完完全全变成了刘雨昕忠实的粉丝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Instyle作为这个全球非常知名的这个女性杂志 我们真的拍摄很多不同的明星演员艺人 但是真的很少有刘雨昕这样子 就是当我们导演 我们创作团队都说过了过了OK了 一般其他艺人会跟我们说OK了吗 过了吗 但是我们说都OK了不用拍了 但是我觉得刘雨昕会一遍一遍一遍 说我要再拍一次 这样是不是更好 这样的表现会不会更完美 我相信她是希望能够给观众 给到每一位看到她的人 给予一个最完美的刘雨昕给大家能够感受到 所以我的问题呢是想问呢就是 那这个你不停地要求重拍 我们当时也真的还要拍吗 我们觉得 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力量 可以让你持久保持24小时在线呢 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 所以没有达到我的那个标准的话 我会想要说一直都重新去录一遍看一遍 其实包括有一句微米定妆粉的slogan 柔物细无痕 持妆不卡文 我记得非常清楚 是因为我在现场其实录了VO之后 我其实在后面 因为我有拍TVC 对 然后看了之后就总觉得这一句话 的感觉跟镜头搭不上 所以就录了几十遍的样子 其实这一句 然后你们刚才看到镜头里面那一支 这个Make Forever的TVC 你就一直在跳 那个镜头它真的跳很久 我都看到它跳得我都心疼 因为每一遍都要重复地做同样的动作 才能让大家看到这么美的这些镜头 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出来的效果都是好的 其实这些看不见的力量 我觉得都是值得去做的 然后也是 我在镜头面前也是想要 时刻都完美的人 所以我觉得微米定妆粉也给我很大的力量 对 谢谢 那最后啊 我还是想用那个小王子中的一句话 送给刘雨昕 也送给吴总 送给Winson 这句话是说 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 最重要的东西 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样分享中 有所获得 有所启迪 谢谢 谢谢 好 感谢我们台上的嘉宾的一个分享 有请我们摄影师为我们合影留念一下 来 我们先要合影留念一下 嗯 嗯 我后上 我后上 好 我们嘉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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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 来 来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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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嘉宾台下休息 好 我们雨昕请留步 好 然后今天我想跟雨昕说一下 我们除了现场的各位观众 那今天呢 我们的天猫直播间的粉丝们 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 那你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 打声招呼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等待刘雨昕 久等了 久等了 啊 真的 粉丝们的热情是很高的 我在台下用我的手机去看的时候 大家都一直在期待我们雨昕的一个出现 然后我是知道我们上周雨昕也是刚过完生日 那我们的粉丝们呢 也是给雨昕送上了非常贴心的礼物 就是在LED上给我们雨昕投放各种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雨昕对于这份礼物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你喜欢吗 他们做什么我都喜欢 难怪我一直都听说我们雨昕啊 是非常的宠粉的 所以今天啊 她是亲手在我们粉丝的一个心愿箱里面 亲手抽取了三位粉丝的卡片 今天她说了要在现场给大家读一下 大家期待吗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卡片 所以是拿给我吧 对 然后我们雨昕可以就是读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位粉丝的这个 好 自从刘雨昕和Makeup Forever相遇 雨伞便追随你的脚步来到了你的彩妆世界 我们也会努力变得和你一样美 百变女王生日快乐 以后都要自信快乐下去 对谢谢 原来是希望我们雨昕越变越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Makeup Forever 谢谢你们 那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的第二个 这个蛮长的 好多 上次的视频好像 我好像那个地铁老人看那个看手机 好 上次的视频好像读的是我的信 我是那个在学习popping的女生 虽然不知道这次能否像上一次一样幸运 但是我想说一直在坚持 虽然开始有些枯燥 但是真的爱上了 就不会放弃 我真的是在一天一天反复练习 每天都会去舞房练上几个小时 为了达到学校规定的体重标准 每天只吃一顿 累到崩溃 还有累到崩溃的型体课 5月21号会比赛 对 但是有在努力练习 是希望可以得到你的鼓励的 对我觉得 我觉得只要不断的练习吧 然后心中有一份信念 我觉得只要一直坚持下去 所以我觉得想做的不一定会实现 或者真的是达到那个标准 但是一定比之前会好 这位粉丝有收到我们雨昕给你的一个鼓励吗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 哇 这个也是超多的 我看到了前面的一个字了 新 EP特别好听 特别有感触的是练习曲 每听一遍脑海 脑海里就会浮现一个人在舞房练习的时候 我从四岁就开始学舞了 好在父母都支持 已经坚持14年了 所以一天一天的练习 一天天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但是不会放弃 这是我的选择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希望能有一天站在大舞台上表演 Of course和You and I 都很好听 一首慵懒性感 另一首欢快活泼 就是不太好唱 对 来教我们吧 国潮就是收作业的时候 期待和你一起合唱 5月2号见 哇 我觉得我们雨昕啊 在粉丝的心目当中 一直都是一个正能量 所以写给我们雨昕的一个卡片啊 都是希望能得到我们雨昕的一个鼓励的 所以在粉丝的心目当中 你一直都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偶像 我想说就是 对 5月2号见吧 然后你们喜欢就是我最大最开心的事情 然后看完这个信也治好了我的颈椎 对 好 那雨昕也要多多的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啊 嗯 那粉丝们呢 也是希望啊 我们的雨昕啊 可以多多的注意休息啊 不要敢通告的时候 就是有累到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是想替粉丝们问一句啊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雨昕啊 哇 我觉得本人的一个状态啊 还有皮肤的一个感觉啊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用一下微米定妆粉 因为现场蛮热的 应该补一下 但是我现在真的发现 皮肤的一个光泽度还是非常棒 但是呢 我想要替粉丝们问一句啊 就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持妆秘籍 想跟我们粉丝们分享一下 持妆秘籍 对 就是一定要用微米定妆粉 因为 因为 每天其实带妆的时间挺长的 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到第二天 所以 因为我觉得微米定妆粉 其实它的质地很细腻 而且它不会卡纹嘛 所以我 我真的是每天都会用的 刚刚上台前还在用 也就是说啊 我们雨昕也是说了 那么 虽然说我们微米定妆粉啊 它的一个持久力非常的强 那么呢 在遇到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了去补一补 而且无论你补多少层 补多少次都不会卡粉 那我们雨昕啊 我想说一下啊 就是平时活动也会很累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粉丝们还是希望能得到你的一些正能量的鼓励 那给我们所有粉丝们来鼓励一下 好不好 大家没事 天热的时候可以用用微米定妆粉 补补妆 然后呢 夏天到了嘛 多散散热 少穿一点 然后我们音乐节见 对 好 感谢我们雨昕的一个分享 然后有被种草的朋友们啊 赶紧跟我们雨昕一起get空款 好不好 也希望我们雨昕啊 以后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多的一个作品 好不好 我们旁边啊 可以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是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 天猫美妆商家线总经理 Sinny女士 天猫小黑和新品营销中心总监 玄毅先生 这边 Make up forever 中国区总经理 Winston Foo先生 现代传播集团董事长 邵中先生 优家画报主理人 艾蜜女士 有请 好 请台下的嘉宾 与我们一起 准备要321倒计时啊 请我们台下嘉宾准备一下 那我们台上的嘉宾 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天猫小黑和的启动装置上 好 来我们台下的来宾们一起准备哦 我们一起准备倒数 3 2 1 开始 吃 1 1 2 2 3 6 8 7 7 8 8 9 8 9 9 9 10 9 10 9 好 我们启动仪式正式开启 大家掌声 好 那现在的话呢 请我们台上嘉宾合影 跟我们的启动装置一起合影 向前一步 好 我们求请摄影老师 聚集 聚集一些 嗯 好 看一下我 看一下我 我来 我们要再开门 再开门 再开门 就是给你们 感谢 好 我们嘉宾们请台下稍作休息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现场观众朋友们的